成就自己事业和人生价值的过程中,或多或少会有左右自己的因素,无论好心或无意,但是请做好自己的决定,只能做出一个选择,确定之后继续前行,不要惆怅不定。 大家好,我是阿易,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部关于治愈和救赎的电影《妙笔生花》。 礼堂里,作家克莱在观众的注视和掌声中走到讲台上,为大家分享自己的新书《The Words》,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罗里,因为一本书她成为了一夜爆火的作家,她从没想过自己会有今天的成就,感觉很不真实,像做梦一样。 父母为此感到非常欣慰,妻子多拉也为她感到骄傲,然而这样伟大的荣耀却让她有些不安。 在她拿到全美最畅销作家得主的奖项时,面对台下的观众很是激动,我不知道如何表达我此刻的心情,我只是写下我认为正确的东西,一个关于男人妻子和孩子的平凡故事。 从没想过这本书能感染这么多人,我想我已经知道第二本书写什么了,她拥有了做梦都没想到的东西。 她不知道的是,此刻有一个老人,正在一个隐秘的角落,默默关注着她,将她写的这本书翻阅了一遍又一遍。 五年前的罗里刚刚大学毕业,那时她已经和多拉在一起了,两人一起从纽约搬去了布克林,开始正式步入社会的生活。 罗里沉迷于写作,想要在写作界闯出一番天地,和所有作家刚开始的时候一样,竭尽全力想要写出优秀的作品,想要被更多的人看到自己的才华。 白天她去街上闲逛,晚上就会来灵感开始写作。 为了写作,她甚至没有找工作,向出版社投了很多次稿子,结果都差强人意,不了了之。 她开始反省自己,或许是自己的能力还不够,于是她有了去进修的想法。 无论她做什么决定,多拉都非常支持她,这是她觉得庆幸的。 因为没有收入来源,她只能找父亲救济,父亲想让她学会自立,给她钱很容易,这个月给了,那下个月呢? 这不是在帮她,而是在害她,她必须想办法养活自己。 写作可以当成一个爱好,而不是职业。 不要总有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,脚踏实地才是最重要的。 而在她看来,父亲对她根本没有信心,也无法体会她迫切想要成为著名作家的心情。 她很愤怒,想要夺门而出,奈何自己有求于人,不得不放低姿态。 最后,父亲还是将钱给了她,并警告她,这是最后一次,你必须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。 不管做什么,都是你自己的决定,后果你也要自己去承担。 有了自信支持,她开始继续埋头写作,相信能有个属于自己的故事。 她拿着自己的作品到处投稿,希望能遇上伯乐帮她出版,但所有的回复都是拒绝。 最后,让她终于接受自己没有天赋的事实,认命地去找了工作,打起了领工。 但她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梦想,在一个出版社找了一个打杂的工作,那里人脉很广,希望能获得机遇。 于是她白天工作,寻找灵感,晚上继续自己的写作。 开始觉得很累,不知不觉习惯了这样的生活。 后来她和多拉结了婚,将度蜜月的地方定在了巴黎。 巴黎是个美丽且有故事的城市,随便一个商店都能让人逛上很久。 在逛一个二手商店的时候,罗里看上了一个手稿包,虽然已经很老旧了,但看起来有种充满故事的感觉。 看她喜欢,多拉将包买下来送给了她。 巴黎之星结束后,他们又回归正常生活,罗里接到了一个期待已久的电话。 那是一个专门挖掘文学界新兴的星探打来的。 对方表示非常欣赏她写的书中的很多桥段,不敢相信她这么年轻就能写出这样的作品。 听到对方给她如此高的评价,她很激动。 本以为自己的书终于可以出版了,星探就告诉她,他们下面的出版社没有办法出版这本书。 这本书虽然有好的地方,但也有很大的问题,没有人会愿意在这本书上下赌注。 再加上她又是个没有名气的小作家,就算出版了,也没有任何市场。 唯一让这本书被人看到的办法,就是把作者的名字改成有名气的作家。 她这才听出星探话里的意思,是想让她成为别的作家的代笔。 她觉得荒谬,没有办法接受。 这可是她三年的心血,怎么能用来成就别人呢? 可这么多年的努力的成果,如果没有办法被人看到,那她的价值又在哪里呢? 于是她陷入了漫长的纠结中。 某天她整理稿件的时候,打开了那个手稿包,意外在里面发现一本手稿, 纸张因为时间的渲染,已经泛黄,但上面的字依旧清晰可见。 她只看了开头就被深深吸引,于是没有忍住将整本书都看完。 看完整个故事,她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,这不就是她渴望写出的作品吗? 于是她的心里产生了一个邪恶的念头。 在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后,将稿子上的字一个一个打了出来。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,只想那些字经过她的指尖和脑子,体验一下写出这个故事的感觉。 多拉无意间看到了她电脑上的文章,发现自己根本停不下来,感动地抱着她流下眼泪。 告诉她这本书一定可以大火,这本书只要出版,她就能得到她想要的一切。 她的虚荣心战胜了一切,脑子里有个声音告诉她,应该将这个作品占为己有。 于是她将打好的手稿交给主编,希望主编可以抽时间看看。 可时光飞逝,春天过去,夏天也到了末尾,罗里都快要将那本书忘记了。 突然有一天,主编将她叫到办公室,主编毫不吝啬对她的夸赞。 也对这本书很有信心,于是她在合同上签下自己的名字。 这本书,如她所料,在销售上取得很大的成功。 她成了纽约的新兴作家,一夜成名。 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她,将她捧到了最高处,让她受到最高的荣耀和赞誉,也让她没有任何后悔的余地。 一个早上,她去中央公园散步,那个默默关注她的老人也跟了上去。 两人终于说上了话,老人说自己有一个故事,问罗里想不想听。 那是关于一个人写了一本书,丢了之后被一个孩子捡到的故事。 听到这里,罗里心头一颤,该来的还是来了。 老人没有停下,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。 1944年,有个18岁的孩子去军队服役,她被分配到条件最艰苦的地方,大部分时间都在挖管道中度过。 虽然很辛苦,但每天都很开心,因为有一群聊得来的战友。 她很喜欢读书,总是在抽时间去看,也在书中学到了很多东西,还发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。 她不仅有对读书的渴望,还想成为一个作家,但她不知道这个世界究竟需要怎样的作品,也不知道自己要朝哪个方向努力。 在和战友一起去餐厅吃饭的时候,她对一个女服务员西丽亚一见钟情。 战友看出她对西丽亚有意思,让她主动出击。 在战友的鼓励下,她找到西丽亚。 但西丽亚对于突如其来的告白并不兴奋,反而觉得自己是被骚扰了。 她并没有因此放弃,而是决定要去学法语,追求西丽亚。 让她感到意外的是,西丽亚竟然会英语,经过她不懈努力的死缠烂打,西丽亚终于同意跟她在一起了。 他们的感情很好,每天都粘在一起。 后来她被军队免职了,只能离开巴黎,回到家乡找了份送菜的工作。 安稳之后,她开始尝试写作。 她开始描写巴黎,她的所见所闻。 可写了两句,又滑掉了。 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生活,也知道该如何付出行动。 她不应该被困在这里,她要走出去,寻找更广阔的天地。 于是,她再次来到巴黎,在那里定居。 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。 她找了一份在英语报社做记者的工作。 有很多志气相投的人一起畅所欲言。 没过多久,她就和西利亚结了婚。 一年后,两人有了爱情的结晶。 那段时光是她觉得最幸福的,她从未想过自己会拥有这一切。 也没有想到,女儿会生病。 不久后,女儿就离开了人世。 她和西利亚都悲痛万分,他们都变得和之前不一样了。 不同的是,她一直在尽力隐忍,而西利亚每天不吃不喝,像是丢了魂魄。 直到有一天,她从外面回来,看到西利亚留下一封信回了娘家。 她觉得自己的整个世界都崩塌了。 她绝望,痛苦,同时也来了灵感,决定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写下来。 因为太入迷,忘记吃饭和睡觉。 两周之后,终于文章也到了结尾。 然后才感觉到累,开始呼呼大睡。 醒来后,将房间整理了一下,就去找西利亚了。 她将自己的作品拿给西利亚看, 而西利亚还没有调整好心态,不想跟她回去。 于是她只身一人,又回到巴黎。 一个月过去后,西利亚终于从悲伤中走了出来, 带着她的作品回了巴黎, 却不小心将手稿包遗落在火车上。 她找遍了西利亚所有的行李, 没有发现手稿崩溃至极。 而西利亚像个做错事的孩子, 站在一边听着她的数落。 她疯了一样去车站寻找, 这件事给她造成的打击,没人能理解。 她一蹶不振,离开了巴黎。 自那之后,再也没有见过西利亚。 后来,她曾尝试再次写作, 却发现自己一个字也写不出来。 但这也许是一件好事, 因为她害怕继续深入下去。 过了一段时间后, 她发现一个北边小镇, 然后就在那里定居了, 获得了平稳的生活。 时光飞逝, 她从一个年轻人变成了一个老人。 某天走进一家书店看到一本书, 她被吸引之后打开了那本书, 发现那本书就是她丢失的那本。 故事讲到这里, 罗里恍然大悟。 面前的老人就是故事里的男主人公, 也是她出版的那本书真正的作者。 老人并不在意罗里偷了她的作品, 只是觉得罗里应该知道这个故事。 老人走了很长时间, 罗里都没有缓过神来。 她坐在长椅上陷入沉思, 直到太阳下山才站起来。 克莱只讲到这里就停下了, 后边的故事她要留一个悬念。 如果感兴趣的人可以等出版后, 去购买这本书接着看。 台下作者的金发美女丹尼拉, 对她书里的故事很感兴趣。 在分享会结束后找到了她。 两人聊了几句, 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 克莱邀请丹尼拉去了自己的住处。 丹尼拉想要知道故事的后续, 她不明白丹尼拉这么漂亮, 为什么会想跟她这么个傻作者交流。 丹尼拉却不认为她傻, 毕竟有哪个傻子可以写出这么优秀的作品。 她被丹尼拉的话打动, 继续讲接下来的故事。 罗里经过很长时间的思想斗争, 最终想明白自己该怎么做了。 那天她喝了很多酒, 情绪崩溃了, 像是撒了一个很大的谎, 现在要被揭穿的感觉。 这之后, 她将失去所拥有的一切。 回到家里, 多拉还在想着搬新家的事情, 要怎么布置房间, 要买什么样的家具。 她开始质问多拉, 问因为什么爱上她。 多拉耐心地回答, 因为你有一双美丽且深邃的眼睛。 罗里不想要再隐瞒多拉, 告诉多拉, 那本书不是她写的, 而是她偷的, 甚至没有做任何的改动。 这本书刚出版的时候, 她还很担心, 后来自然而然地开始麻痹自己, 认为那一本书就应该是自己的。 现在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, 她早就应该清楚, 凭自己的水平, 根本写不出这样优秀的作品。 她相信以多拉对她的了解, 不可能不知道, 只是像她一样选择了默认, 装作不知道。 而事实上, 多拉一直认为那是她写的书, 只是因为多拉对她足够信任, 相信她可以写出好的作品。 如今得知真相, 多拉很崩溃。 主编得知这个事情, 认为她不该就这样放弃, 毕竟她的作品不止这一本, 可她清楚地知道, 大家会去看她其他的作品, 都是因为这本书。 但现在事情发展到这一步, 如果这件事被戳穿, 让媒体和大众知道, 损失利益的不只是她一个人了。 主编让她将这件事烂到肚子里, 还要想办法去堵住老人的嘴, 否则她的下半辈子就彻底毁了。 就连多拉也祈求不要做傻事, 她们一直渴望有个幸福的家庭, 有足够的条件养育儿女。 现在好不容易实现了, 不能让得到的一切都变成过眼云烟, 只要忘掉真相, 就可以相安无事。 但罗里受不了内心的谴责, 她找到老人想要弥补这一切, 老人却让罗里放宽心, 她只是想让罗里知道真相, 不会去戳穿她。 她现在到了这把年纪, 荣誉和金钱对她来说已经没有用了。 罗里并不这样想, 她偷走的不只有老人的故事, 还有老人的人生, 享受了那么多不属于自己的东西, 现在也是时候还回去了。 老人摇摇头, 可你拿走的不只有我的快乐, 还有我的痛苦, 现在事情已经无法回到正轨。 其实书里的结局不是最后的结局, 她离开巴黎在小镇生活了十年以后, 再去新泽西工作的路上, 见到过西利亚。 西利亚变得成熟了很多, 已经有了丈夫, 还有个可爱的孩子, 一家三口看起来很幸福。 西利亚也看到了她, 昔日的恋人变成了陌生人, 他们只是朝对方挥了挥手, 正式地跟过去的青春说了再见。 这么多年过去, 她每天都在想念西利亚, 为此没有再娶妻, 一个人过到现在, 她想她应该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, 是她亲手葬送自己的幸福, 现在应该承受这一切。 她从没有怪过罗里偷了她的作品, 反而应该感谢罗里, 这样她可以时不时回顾下自己的人生。 这都是命中注定, 他们都必须面对这一切。 罗里从老人那里出来后, 用一天来消化这一切, 最后她终于知道要怎么做了, 她要写一本属于她自己的书, 窗边的泪。 几周之后, 老人去世了, 这个秘密也随着老人一起消失了。 罗里将手稿放到了老人的木旁, 收拾行囊, 继续前行, 后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。 故事讲完了, 丹尼拉却觉得没有这么简单, 总觉得克莱在隐瞒什么, 而她的怀疑也让克莱意识到, 她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粉丝, 她对后面的故事有所猜测。 罗里的秘密被戳穿了, 家庭四分五裂, 她失去了写作的信心, 每到晚上想到老人就无法入睡, 只要闭上眼睛, 脑海里就是老人的身影。 克莱却反驳道, 也许老人并不存在, 只是罗里幻想出来的呢。 也许多年以后, 她从一座豪华的房子里醒来, 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一个年轻的金发女孩听。 可事实就是事实, 克莱骗不了自己, 因为她就是故事的主角, 也是罗里本人。 生活中大多数人无法像罗里那么幸运, 更多的是跟老人一样, 失去了自己无法找回的东西, 从此生活就变样了。 但生活并不残酷, 而是那些有意无意出现的巧合和不巧合的事情, 让人们觉得无所适从。 也许因为这样那样错误的选择,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残酷。 但我们依旧活着, 依旧无法改变那个沿着直线前进的时间轴。 不管接下去是对是错, 夜深人静时我们也会自问, 寻找那份可以面对自己的真实。 这不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困境吗? 好了,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 喜欢的小伙伴一定要继续关注阿易。 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等着你们。